这个软体呢 叫FluSIM 是Festo的公司所出产的 那非常的好用 那打开以后呢 接着呢 它是一个demo版 所以它跟你讲什么呢 它跟你讲说 这个30分钟后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自动就关掉了 那我们呢 就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使用 那第一个呢 那你就开一个新档 因为我们只是要去做实验 那我们呢 就随便拿一个气压缸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气压缸 假设呢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气压缸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然后呢 我们再来选择一个 这个空压机 这边一个空压机 然后呢 做一个连线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让它动了 那它应该 这个声音 把它打开好了 我们把它停起来 然后呢 我们去 你会发现 它会蹦的一声 就是 代表说 这个气压呢 从这边进来 然后往右边推 那我们呢 其实呢 我们就是要利用电磁法 那所以 刚刚同学有抄 这个电磁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磁法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五口三味 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我们先随便用一个好了 我们就用这个好了 这个来跟同学 来做介绍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画的图 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拉线 拉线 拉线 那我们就去执行 平常的时候呢 气的话从这里进来 然后呢 你一直压着的时候 我现在呢 一直压着它 它才会有气从左边出来 我放掉以后呢 它就不见了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单线圈 那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符号的话 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符号是什么 你觉得这符号是什么 这个符号呢 是弹簧 可以吗 它里面的话是有个弹簧 平常的时候弹簧一直出力 所以呢 平常的时候 就像这样 平常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的话是在 靠近左边 那你把它压着了以后呢 它才会过去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这样一个 它没有弹簧 我们一样把它画一下 它没有弹簧 我呢 今天的话呢 我只要手一压 它就过来了 可以吗 我手一压 就过来了 那个江瑞伟看一下好不好 注意一下 我手一推 这个呢 这个的话等于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自律的 就是说 你叫它做什么 它就乖乖的就去做 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的话就是 我一定要压着它才会动 这个呢 没有 我一用 它就 可以吗 这个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呢 这个是有两个位置 那另外一种呢 是有三个位置 三个位置的话 就是这一种 那其实三个位置的话 它会有三个不同的画法 那这个画都很简单 这样拉好就好了 然后 这个呢 你就看 我一直要压着它 我放掉 它就回到中间 那两边都有弹簧 这个叫什么呢 五口三味 到这边收问题 那我要去控制它的话 我只是要跟你讲 就是说 像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一种的话就是 你压着它就动 你不压 它就不动 它有弹簧 可以让它回去 那我们在控制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今天假设它已经到了某一个位置了 你把它放掉 它就会停在那个地方 我们重点是这一个 因为我就希望气压元件 可以照我的想法 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边 一个人 就这样